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美国青年亚瑟在和女友琳达度假时 偶然发现一本《死亡日记》 书本用人皮制成以血液书写 记录了各种玄奇的埋葬方式、咒语 以及恶魔复活等文字 他唤醒了树林的邪魔抓走了琳达 还进入了亚瑟的身体 为了自保,他截断了自己的右臂 因此穿越到了公元前1300年 因为古怪的着装,他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 王国的国王决定将他送进深空中喂养恶魔 在这里亚瑟遭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打击 亚瑟拼命反抗 在他略战上风时,国王下令上铁钉 不仅有强敌恶魔攻击 还要面临铁钉的包夹 眼看亚瑟就要惨死当场 这时智者将亚瑟的电锯扔了下来 亚瑟成功干掉强敌,顺利爬上深坑 面对一脸凶悍的亚瑟没人敢挑战 王国最骁勇的将军不服 但是他的宝剑被来福一枪打断 他瞬间就怂了 就连爬上来的恶魔也被他一枪干趴下了 这个王国都屈服在他的淫威下 他成了这个王国的国王 三个美女服侍着他,过得毫不逍遥快活 不久后智者也来了 告诉他,他只有找到死亡日记才能重回到现代 在两人讨论时,与巫婆袭击了这里 他飞在天上警告亚瑟 你绝对拿不到死亡日记,我们将饱餐你的灵魂 亚瑟不和他多逼逼,连开四枪送他归席 亚瑟为了回家只能去找死亡日记 为此亚瑟进入宝库,制作了一幅力大无穷的假手 第二天,亚瑟一行人就出发了 智者指着眼前的路 你顺着这条路到达一个墓园 只要念下正确的咒语就能找到真正的死亡日记 就这样,亚瑟独自出发了 在途经一个森林时,他意识到不妙 这里魔气冲天,马儿不安的嚎叫 亚瑟头也不回地开始逃窜 一路马不停蹄,终于跑进了一座刁榜妹 外面的恶魔疯狂踹门 亚瑟紧紧扣住门,不让对方闯进来 不知为何,突然外面的恶魔离去了 晚上躲在城堡烤火的亚瑟 发现墙壁上的镜子似乎不对劲 冲过去将其撞碎 谁知这也没能阻止静魔的出现 从破碎的镜子中跑出几个小恶魔 这几个小静魔可是非常歹毒 将亚瑟欺负得很惨 其中一个小静魔还钻进了他的体内 为了杀死静魔,亚瑟不惜喝掉滚烫的热水 可是这根本不管用 很快,静魔从亚瑟的右边身体长出来了 他俩共用一处身体 慢慢的静魔脱离了亚瑟的身体 他俩变成了两个个体 当然,这更加合适亚瑟处理静魔 直接开枪将其击毙 为了防止对方复活 亚瑟用电锯将其分尸并埋在土地里 于是亚瑟继续出发前往墓园 一番跋涉后,目的地终于到了 可是这里竟然有三本死亡日记 亚瑟只能一本一本的事 第一本日记里藏着一个黑洞将亚瑟吸了进去 亚瑟费了很大的劲才爬了出来 但是却变成了长脸 但是不用怕 亚瑟用力甩几下头就恢复了本来面目 接着亚瑟拿起第二本 这本书还长着牙齿,疯狂撕咬他 但还是被亚瑟制服了 只剩最后一本了 可是亚瑟忘了咒语 只能硬着头皮拿起了死亡日记 瞬间天地开始一变 墓碑拔地而起 一群骷髅手从地下伸了出来 手忙脚乱中亚瑟逃出了墓碑 骑着白马一路飞奔回到了王国 民众非常开心 认为亚瑟拯救了众人 面对智者的责问 亚瑟只能硬着头皮说 大致上念对了咒语 智者非常愤怒 原来亚瑟念错了咒语 导致死亡军团复活 而且他们会不惜一切 来这里抢夺死亡日记 很快一个非天恶魔 袭击了这里 将亚瑟在这里的情人 希拉掳走了 这时被亚瑟杀死的静魔也复活了 还成为了死亡军团的首领 他们正在疯狂挖坟墓 复活更多的骷髅兵 而王国内决定留下来死战的亚瑟 开始疯狂利用现代知识 制作火药 并且开始组织武装训练 大战一触即发 很快在一个晚上 死亡军团集合了所有骷髅进攻城堡 但是城墙上已经占满火药弓箭手 随着一枚枚炸药箭射中骷髅兵 死亡军团的第一波进攻 算是抑制住了 马上第二波的弹弓炮弹也发射了 面对威力极大的火药弹 骷髅兵伤亡惨重 可是骷髅兵不惧死亡 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 虽然城被攻破了 但是亚瑟驾驶改装的装甲车 开始疯狂收割骷髅兵 但是被魔化的席拉吸引了亚瑟的注意力 导致装甲车失去控制 被撞毁了 既然已经魔化 亚瑟也没有念及旧情 将其一脚踹进了深坑 现在就只剩下最终boss静魔了 可是面对几乎不死之身的静魔 亚瑟也无能为力 原本静魔稳操胜券 谁知静魔拿到死亡日记后得意忘形 一屁股坐在弹弓车上 亚瑟砍掉他拿着死亡笔记的右手 然后一炮弹送他上西田 这下静魔事故无存了 失去静魔的控制 希拉也恢复成了人类 事后智者为亚瑟配置了特殊药水 只要喝下药水并念出正确的咒语 亚瑟就能回到现代 他辞别希拉喝下药水回到了现代 谁知最初那个女巫婆也跟了过来 当然也不过只是下韭菜 轻松被亚瑟用枪打成了筛子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